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为各位准备的旅程 是要探访很久以前的地球 这次我们要去参观试探记 在那个时代里 土地是一片广阔的沼泽 有着巨大的两栖动物 和其体型差不多大的昆虫 昂首阔步着 可能有些观众还没有注意到 先让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你现在观看的是 Top10频道 各位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煤炭和氧气的时代 古生代是地球历史上的 一个时代划分 而石探记是古生代晚期的 第二个地质时代 大概是在三亿五千九百万年前开始 持续了六千万年 科学家也将这个时期 称为两栖动物时代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称呢 各位很快就会知道了 科学家们还无法确定 生命到底是在什么时期 开始进入陆地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历史上的第一片森林 是出现在石探记之前的泥盆记 而这片森林是由古爵等原始植物 所组成的 另外在同一个时期里 第一片完全生活在陆地上的昆虫 和其他的节肢动物 很有可能也出现了 泥盆记的植物构造 还很原始 根部脆弱 没有花也没有果实 被子植物的出现 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对现代的石草性动物来说 原始植物绝对是个毫无防备能力 又充满弱点的存在 幸运的是 那个时候的草食动物数量并不多 即使有 也都是一些很原始的生物 因为这样 植物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只需要靠着风 传播它们的包子 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布满大地 所以当时探记到来的时候 地球已经充满了绿意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 为这个时代带来了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就是 大气中的氧气含量非常高 氧气量逐渐地增加 根据科学家的推测 大气中的氧气浓度 在石碳纪早期的阶段 就已经达到了35% 比现代的浓度高出很多 第二个特征是 在石碳纪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覆盖地面的坚实土壤 经过滋养 陆地便形成了广阔的沼泽地 枯萎的植物在这片沼泽中 不会像现代植物那样腐烂 它们会慢慢地石化 并在最后转变成煤炭 所以大家应该都能了解 为什么这个时代 会被称为石碳纪了吧 这就是名称的由来 在石碳纪的早期 地球上存在着两个超大陆 分别是欧美大陆和钢瓦纳大陆 它们在大约3亿3500万年前开始碰撞 形成了规模更大的超大陆 也就是盘古大陆 透过陆地像这样结合在一起 地面上的生命数量会越来越多 并且扩大了它们的栖息范围 石碳纪期间的平均温度 大约都是在摄氏20度左右 是个非常温暖的时代 但是科学证据显示 在3亿2300万年前 于南极洲周围形成了冰河 并且很有可能就像现在的冰河一样 会扩张和收缩 那些喜欢温暖气候的石碳纪生物 是如何适应这样的寒冷季节呢 真是令人感到好奇 接下来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是 生活在石碳纪丛林中的惊人生物 第一批登场的是巨型节肢动物 在树林间飞来飞去的是巨脉蜻蜓 它的翅膀长达70公分 另外如果你往树根那边看的话 会发现一只2.5公尺以上的巨型千足虫 节胸五拱正在四处爬行寻找食物 这个巨型蝎子和节胸五拱 是属于同一物种的近亲 叫做普莫诺蝎 它的身体长度好像可以长达70公分 接下来的板足后 是地球历史上最大的节肢动物 它出生于泥盆济 生活在淡水的湖泊、河流和沼泽中 这只身体长度有2公尺的西伯特后 也是生活在石探纪的板足后属生物 这个节肢动物类的怪物 大小和人类差不多 还身披硬壳 乍听之下可能会很像在解说游戏中 出现的敌人角色 但在当时 这样的生物是真正存在着 节肢动物的种类非常多样化 可以说是来自石探纪时代的礼物 另外还有会飞的蟑螂和温带畜虫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 它们的体积非常庞大 食物和空气很充足 但竞争者却不多 这对它们来说根本就是天堂 但对有昆虫恐惧症的人来说 则像是地狱般的世界 在这里想和大家来谈谈关于空气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现代的昆虫和蜈蜈 蜘蛛这些同类生物的体型 并没有变得那么巨大呢 原因就是大气中的氧气量 动物的体型越大 就会需要更多的氧气 但是节肢动物的呼吸系统 和所谓的高等生物相较之下 结构是很原始的 而且在现代的环境中 无法提供足够的氧气 让它们可以成长到像节胸蜈蜈 和聚脉蜻蜓的同样大小 大气的成分需要和三亿六千万年 到三亿年前差不多 才能让它们长到那么大 石碳纪的蕨类植物森林 占地广阔 在那里面栖息的 不是只有节肢动物 有一种两栖类 是被称为总栖类的鱼类后代 例如鱼食猿 它们早在泥盆纪晚期 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在石碳纪 才迎来全胜时期 史猿鼠生物 是当时最大的两栖动物 它的外形就像 熔猿和鳄鱼的结合体 有些种类的体长 甚至超过了4.5公尺 史猿鼠生物主要生活在水里 但它应该也具备了 在陆地上爬行的能力 在当时的生态系统中 它有可能是处于 现代鳄鱼相同的地位 此外 仙驱猿鼠的两栖动物体型 也成功地变大 其中还包括一种 和鳄鱼很像的平面西龙 它的体型 比世界上最高的人类还要大 此外 技场同样很强的 影猿和恶魔猿 这些两栖类也出现了 与现代的小型两栖动物相比 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巨人 实在很难推测 它们到底是以什么食物为生 可能有些种类是草食性 而有些则是会捕食昆虫吧 不管怎么样 它们应该不用担心 会没有东西吃 食探剂也是爬虫类诞生的时代 在现今苏格兰所发现的 西洛鲜系是小型半水生生物 它有可能是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之间的过渡生物 科学家们认为 灵溪是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的爬虫类 虽然看起来很像蜥蜴 但它很显然就是陆生生物 此外还有七栖在现今美国的游业岩栖 和捷克的伯劳菲系与空甲系 虽然它们都是比两栖动物还要先进的生物 但在那时候还棄生于大自然的角落 是个不显眼的存在 属于它们的时代 还要再更晚一点才会到来 气息于现今加拿大的十祖丹弓兽 在食探剂的爬行动物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它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事实上十祖丹弓兽被科学家认为是核弓钢的祖先 而现在的哺乳动物也包含在核弓钢里面 在随后到来的二叠纪时期 这些核弓钢生物将主宰陆地 在那之后 它们和恐龙这些爬行动物互相竞争 虽然最后输掉了 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在6500万年到6600万年前发生的 著名陨石撞击事件之后 它们的后代也就是哺乳动物 将会开始主宰世界 在那之后分化和诞生出来的就是智人 到了石探剂的尾声时 气候变得干燥且寒冷 开始了非常严峻的冰河时代 在同一个时期 现在的斯堪迪纳维亚地区 发生了很多次猛烈的火山喷发 由于大量的火山灰释放到大气之中 地球就变得更加寒冷 以上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搞一段落了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主题 经过强烈的严寒侵袭之后 地面上发生了所谓的石探剂雨林崩溃事件 这让原本覆盖在盘古大陆的广阔沼泽丛林消失了一大部分 只残留下树片小小的森林 像孤岛一样散布在超大陆的各个地方 然后生命在各个孤岛上开始了自己的进化之落 巨型两树动物和节肢动物慢慢地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爬行动物和核弓类动物 二叠记这个新时代就这样地拉开序幕 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在别的影片中另外介绍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务必订阅本频道 并帮我们按赞 为了不要错过每支有趣的影片 也别忘记开启通知用的小铃铛 亲爱的各位观众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们下支精彩的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精彩的影片